为提升景气 经济部号召全台传统市场和夜市 推出半价铜板购活动 民众只要花50元就可以买到价值超过百元商品 全台有不少市场加入 而台东唯一指定配合的台东市观光夜市 民众只要前往消费 就可以用50元的铜板价加购百元商品 每周六限时提供400份 活动一推出立刻秒杀 傍晚十分人潮涌入夜市 民众把铜板准备好 抢购现实优惠商品 琳琅满目的商品 由珍珠奶茶红豆饼抽豆腐鸡角洞 看到是不是都流口水了呢 那现在这些商品通通不用百元就可以买到 抽到烤鸭卷饼民众好兴奋 没错现在只有花50元 跟夜市兑换像这样的兑换券 就能买到这些美食 很好啊 就是可以促进经济 让我们可以更愿意去消费 为了提振市场及夜市景气 经济部7月份限时推出半价铜板购活动 民众只要在台东观光夜市消费 就可以以50元铜板价加购百元商品 每周六限时提供400份 很大的帮助 因为人潮 有了人潮 它会带动人潮的走动 至少让我们暑假这期间会比较好一点 活动一推出 买气相当热络 400份商品马上被一抢而空 想买的民众还得早一点来排队 才不会又扑空 我们就不好意思啊 接着刘凌翔台东报道 我现在的东西吃饭络了